阿摩斯書第九章第十一節 到那天我必建立大衛倒塔的帳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收造像古時一樣 第一,我們一定要在神面前的心態 因為如果我們是一個消費者的心態 簡單來說,神來到也是審判、擊殺 一群烏合之眾、一群柴炮之類 神的同在不會臨到 甚至有一個階段,我相信領袖也希望神的同在 不要臨到,免得連自己也有殺身之禍 但相反,一群群眾 無論他們少的時候,他們不會計較得失 就算多大型的時候,他們都不會計較利害關係 他們真是同心合意的 不是利用人多的時間去製造混亂 或者是製造自己的小圈子去謀求利益 反而整體的他們真是有一個目標才回來 目標就是侍奉神,去同心愛神 而不是從其他人,無論是領袖 或者是負責人身上去吹無求疵 反而成為彼此的幫助 一齊去侍奉神的敬拜神 唱歌神的時代計劃和心意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這就是使得我們進入大衛幕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如我所說 當我們理解了詩篇之後 我們知道詩篇和整個衛幕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理解詩篇是神的心 並且詩篇裡面包括了很多的教導 就是大衛的心聲 大衛認可的這些教導 成為他們的詩歌 在裡面你會理解到大衛各方面的心情 無論他是在阿奴蘭動的時候 又或者他被人追殺的時候 又或者他做皇帝的時候 甚至他犯罪、認罪、悔改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他的心態 我們會理解到大衛是把這些心態描述出來 就是讓人在這些經文、這些教導當中 去理解神的心、理解神的看法 神是如何監察我們 所以當我們理解大衛幕 其實是和詩篇之間的聯繫 我們就更加清楚和肯定 大衛會幕其實是為了傳遞神在大衛身上的數字 傳遞大衛他自己這種合神心意的優質 然後第二點的另一個重點就是 讓我們知道那天是哪一天 神真正重建大衛會幕的那一天 其實原來是由1900年開始 但在這裡我們能夠學到一些什麼教訓 其實那個教訓真的很龐大的 先不要計算我們要理解整卷詩篇 究竟神的心意是什麼 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 理解神的如何監察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要理解 將詩篇第一篇 直到現在我們講的詩篇111 連繫過去這111年 人類歷史和教會歷史的話 我們要理解另一個深層 是什麼深層呢? 就是不單止我們知道 神要我們內心是怎樣 並且我們親眼看到 第一,神對教會的帶領是有跡可尋的 換句話說,他希望教會是怎樣 學了什麼功課 但是在過去111年裡面的功課 也是我們要去認知 因為那是神的心意,神的計劃 而當我們認知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執行,就可以跟從 但是我相信當去到這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原來大衛會莫要重建 就好像我們要理解彈以理書的 七十個七的奧比一樣 我們一樣要知道 原來詩篇是一篇對一連 我們就知道神在2011年 神希望的教會是怎樣 神在2012年希望的教會是怎樣 因為這就是神的心意 去如何重建這個大衛會莫 甚至將他的心意一連接一連 去記載下 因為很簡單 神不只是培養一群唱歌仔的激徒 最主要的就是說 仍然就是敬拜讚美 是讓我們的信仰去提升 讓我們的信仰去更加像神 而去到越末後的日子 神所給我們的帶領 就越是接著神在那個時代當中 他急劇的變化,急劇的帶領 急劇的計劃,急劇的智慧,急劇的改變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知道 詩篇是一篇對一連 我們知道要練練跟從神去改變 但我們現在跟不到是1900年 我們還未出生 我自己也是1961年後才出生 而實際上我是1980年左右才信主 所以變成詩篇80篇之前的所有東西 我都沒可能跟得到 所以變成我們理解了我們這個時代 對比80年前很明顯的計劃是有變的 因為時代是變緊,就像竹象棋一樣 根本我們是哪一部棋呢? 我們不能夠默守成規 但問題是我們要哪裏找方向呢? 起碼其中一個的 就是詩篇一篇對一連的這個大令 在今年,詩篇111 神要帶領我們理解 Soul的秘密 理解關於點燈的秘密 而我們不能說 我自己選擇 我自己是1910年那個標準 你不可以,因為你也不是那時候出生 你現在是說的是2011年的標準 2011年的神的計劃 亦同樣可以擁有神2011年所給我們的供應支援 而大衛豈不是亦是完成了他自己 在他那個世代 神所給他的帶領 我們知道他不單止打敗哥利亞 他並且成為以色列的王 但同樣他亦有建立大衛會幕 但最後我們將會分享的是 大衛不單止建立大衛會幕 神同樣亦阻止他建立大衛聖結 很明顯你會看到 神是真的藉著大衛去完成一些時代計劃 不會多亦不會少 所以我們要理解 就是大衛會幕是訴訟我們有大衛的優質 大衛其中一個優質就是 他完成神在那個時代所指定的計劃 阿摩斯書第九章第十一節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倒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修造 像古時一樣 楊贊美沒揭曉 楊贊美莫停 願獻上無終止的歌聲 全地莫聞國中 願一生我應 努力 他能犯什麼 如此 回應 一方 你自己 你ANA 因此 人 製 要 是 莫 Tenemos 做 來 和深圳赞耶稣自成